而花莲市新生桥下被人乱丢垃圾日积月累 居然变成了一座小型的垃圾厂 当地里长和市民代表也纷纷的向施工所反映 清洁队也动用了人力车辆 花了两天的时间清除了三侧的垃圾 而市长卫嘉燕表示 除了会设置监视器以及告示牌 也会呼吁民众要多多发挥功德心 不要乱丢垃圾 共同维护清洁家园 花莲市新生桥下位主偏僻 经常变成民众乱丢垃圾的地方 日前垃圾堆积如同小型的垃圾厂 里长吴一仁和市民代表魏玉胜 纷纷向施工所反映 清洁队也出动了人力车辆 花了两天时间才把垃圾清运掉 当我们接到通报之后 我们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来做清理 那这个状况其实在三年前也发生过 那没想到这个量会有那么多 那我们大概清了两天的时间 那清了好几车的垃圾 那终于把它清干净 市长魏家宴特别到场关心 除了感谢里长和代表的通报 也呼吁民众要有功德心 垃圾不能乱丢 真的很感谢威玉胜代表以及吴一仁里长 跟我们清理队反映 那其实在清深桥下 那长期以来都有民众乱丢垃圾的这个问题 那目前已经有架设监视器了 那也做了告示牌 要跟我们乱丢垃圾的市民 要跟他们说清楚 那其实我们法管是到六千块 那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都希望民众要有功德心的问题 不要把自己家用的垃圾 或是不需要的东西来堆置在这边 那也希望大家要一并的爱护 我们花蓮市的市容以外 那也希望垃圾要固定 按时的去垃圾车这边去丢 因为我们每一条路 花蓮市每一条路都有垃圾车的经过 那也希望说不要因为集中 或者是说不要因为某一些原因 不想出来丢 那一次的把它丢在我们新生桥下 那也希望说我们市民都能够有功德心 然后做一个良好的 爱护花蓮市的好市民 市公所表示 新生桥下已经装设了监视器和告示牌 呼吁民众不要再来丢垃圾 以免吃上高额罚金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